这个星期大家感受到了冷 这个毕竟在四九当中 寒冷的天应该很快要过去了 但是在春节来宁之际 这一周上海都是处于下雨 下雨下雨下雨 反正我昨天看一周七天的天气预报 是天天有雨 所以老百姓说了一句话 未来一周都是冬季的雨 简称周冬雨 这个周冬雨不幸躺枪 当然在这样的天气里面 因为风大 所以大家在体感上感觉还是蛮冷的 又是风又是雨 这样的天气应该是非常的不讨人欢喜 当然从星期一 也就是1月31号 气温就快接近零度了 已经最低气温降到一度 但是最高温度反而是有所上升 那冷暖交替之间 在夜与黑 白天与黑夜之间 希望你多穿一条秋裤 多穿一件保暖的衣服 好 好 咱们